阿念开心地唤小妖 姐姐 你们进来呀 都楚门口干什么 苗普回过神连忙引路 小姐 公子 快往里念情 小妖和像柳进了堂屋 阿念忍不住牵起小妖的手展开她的衣服 左看右看后说 人逢喜事精神爽 阿姐 你这样穿真好看 小妖被揭起小妖的手 被她说得害骚 赶紧换话题 阿念 你怎么也在这儿 阿念说 我想爹爹就来了 武神山也很无聊 苍炫很忙 又不来看我 说完她大大方方地走到香柳面前说 我们又见面了 向柳略一作衣 问候道 二王姬别来无恙 阿念虽和香柳见过几面 但那时香柳都戴着银色面具 看不分明容貌 此时 阿念终于得见真容 饶是见过英俊男子无数的她也忍不住想 难怪图山家的姐夫输了 这个大魔头竟然如此好看 她性子耿直 从来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 忍不住夸道 没想到你生得这样好看 不枉姐姐铁了心救你一场 小妖听了这话一身冷汗 恨不得有个洞跳进去把自己埋了 心道 阿念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说什么 我是那种见色起义的人吗 好看是我就她最小的理由 香柳被阿念的唇真所感 难得的录了个微笑 拱手对阿念道 王姬谋赞 你也很好看 怕阿念越来越离谱 小妖赶紧道 阿念 爹爹呢 我们先去见了他再来和你去 阿念本来还想和香柳聊天 但知道他们回来是为了见爹爹 于是说道 爹爹最近身体不好 老在屋子里休息 他知道你们回了 特意让我来带你们去找他 三人到了高新王屋门口 阿念说 姐姐你们进去吧 父王在等你们 便转身走了 小妖和香柳对视一眼 手牵手走了进去 高新王坐在窗边等着他们 看见一对碧人携手进了房间 仿佛恍然间见到了久别的故人 小妖看到他满头白发 一脸皱纹 俨然已是一个普通老人 心中酸涩难当 一下扑入他的怀里 哽咽着喊 爹爹 小妖回来了 高新王俯着小妖的头 欣慰地说 回来就好 抬头让我看看 小妖抬起头 高新王擦了擦小妖的眼泪 虽然他看起来风尘仆仆 却从里到外散发着一种由衷的喜悦幸福 他的女儿已经蜕变成了一个容光焕发的女人 看得出现在的小妖 才是真正的得偿所愿 寻到了人生的挚爱 高新王突然想到了阿恒 眼泪涌出 对小妖说道 小妖 你的母亲如果看到你现在的模样 一定高兴极了 高新王扶起小妖 让她坐到自己旁边 这才开始打量一直静静站在旁边的香柳 香柳的名号响彻大荒 却从没有人看过她的真容 高新王确实无法把这个面如关玉的少年 和陈荣义军的嗜血将军联系起来 他已经收敛了战场上杀伐果掘的气质 像是一个生养在世家的高门公子 高新王对香柳招招手 温言唤道 你过来 香柳走到她面前 长生一拜道 晚辈香柳 见过高新王 高新王问道 你如今适合身份 香柳不卑不亢地达到 一介草民 高新王继续问道 那你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香柳双膝一跪 双眼直视高新王 拱手道 久命向柳特来 求取西陵九瑶 高新王没有急着回答 向柳也没有动 小妖着急了 摇了摇高新王的手臂 爹爹 你说话呀 高新王无奈地看了小妖一眼 这才是真的女大不中流 高新王沉声道 我希望小妖永远幸福 这是我作为父亲唯一的心愿 你可能做到 香柳答道 这亦是我唯一的心愿 说这句话时 她却看向了小妖 小妖心里又酸涩又甜蜜 脸立刻红了 她不好意思地 把头埋在了父亲肩上 不敢看香柳 高新王看着小妖的样子 知她对香柳用情至深 今生不会再改 欣慰地拍拍小妖的手 高新王对小妖道 小妖 你和香柳一起跪着 小妖不明所以 却依旧和香柳并肩跪下 高新王温和地对她二人道 你们二人历经生死 披荆斩棘地走到这里 为父想来 你们也不在乎那些繁文入节 今天父王就自作主张 为你们证婚 你二人可愿意 香柳和小妖喜出望外的对视一眼 双双扶身拜道 谢谢爹爹 谢谢高新王 高新王给她二人第一杯茶 二人对天一拜 再把茶水浇到地上 算是拜了天地 高新王又递了第二杯给她二人 香柳和小妖举了茶对她一拜 高新王接过两人茶杯 略喝了一口 又倒了第三杯 向柳此时 扶手对高新王道 晚辈想为义父讨一杯茶喝 高新王略意沉吟 递给她二人道 自然 香柳面向不周山一拜 再把茶水洒在地上 小妖也跟着做了 这算是拜过了两人父母 高新王倒了第四杯 茶地给小妖向柳 忠心地祝福道 愿你们永济此心 彼此珍惜 白头偕老 高新王看着这对少年夫妻 在心里说 阿恒 赤臣 我们都没做到的事情 小妖做到了 她一定会幸福的 小妖香柳彼此对视 香柳眼里全是自己的身影 而小妖早已泪凝于结 两人双双对拜后喝了茶 高新王拍了拍二人的肩膀说道 礼成了 都起来吧 香柳才扶着小妖起身 高新王如今身体不济 这一番下来已绝疲累 她俯额对二人说 小妖你和香柳已是夫妻 天高地广 今后如何安排全凭你二人心意了 说完便摆摆手 示意二人离去 小妖还想陪伴高新王说话话 香柳不动声色拉住她 又朝高新王深深一拜道谢前辈成全 高新王温和地对香柳说 你以后跟着小妖叫我父王吧 向柳恭敬回道 是 二人便携手出来了 阿念在堂屋坐着喝茶 见她二人出来忙迎上去 她是个急性子 看到小妖像是哭过 着急地问 怎么哭了 是阿爹不同意吗 我同你再去劝 小妖拉住她摇摇头 忍不住偷看了香柳一眼 香柳却也在看她 两人聚是心中一跳 又各自飞快地转开了眼神 阿念瞪着眼在她两人之间看来看去 小妖红着脸认真的观察地板 向柳这人和苍炫一个德性 万年表情不变 阿念实在看不出端倪 好奇地抓心脑干 只能拉着小妖的袖子缠问 阿姐 你快说呀 你们的是爹爹怎么说的 小妖刚想回答 看见香柳抱着双臂 一脸看热闹的闲事表情 显然也在等她回答 她心中羞脑 狠狠弯了香柳一眼 把阿念推到香柳鼻子下面 没好气地说 你问她 阿念是为数不多不怕香柳的人 虽然这九头腰冷冰冰的 却也从来没伤害过她 她大着胆子插腰命令香柳 九头腰怪你说 香柳看在阿念 曾经帮助过她和小妖 倒也给她几分薄面 没计较她的冒犯 淡淡训道 没大没小 要叫姐夫 阿念瞪大了眼睛 转头对小妖道 爹爹同意啦 小妖害羞地点点头 阿念推着小妖 往房间走 熊熊八卦之魂在燃烧 快走 回房间讲给我听 小妖回过头来看香柳 香柳知道 她姐妹二人有梯极话絮 说道 你去吧 我自有去处 等下晚上来接你 便转身走了 小妖看她去了 才同阿念一起进了房间 阿念看小妖 没烧眼角戴着春色 忍不住打去道 你要怎么感谢我啊 小妖听了这话 容色一素 认认真 真的给阿念拜了一礼 多谢 阿念被吓了一跳 赶紧扶她起来道 你做什么这么认真 我不过是玩笑 也没有人打算 走